那另外提到就是硬體端 有時候老師會有一些設備的問題 我們也大概說明一下 就是 遠距教學的部分會建議各位老師 你的電腦不能太差 學生的比較差一點OK 但是老師因為你要同時 又要開Meet 又要開Classroom 甚至要開MyViewBall 或者是電子書 電子書 所以你的電腦不能太差 最好要4核8株以上 或者是真6核以上 才不會當當的 那你的最好有雙螢幕 這是比較好的上課方式 然後你的收音的麥克風 最好是電容式的麥克風 那如果你是用筆電那個收音麥克風 學生聽起來會很辛苦 然後你自己也會覺得效果很差 那如果可以的話 這種攜帶型的食物投影機 那如果你有這種食物投影機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它的 使用它的那個 食物投影的軟體 它像這種軟體 它就不 Meet有時候你們在 如果你直接用Meet 去分享畫面 做教學的話 它會有左右顛倒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用那個 就是 Orbitcam的軟體 或是廠商有提供你 他們那個食物投影機的軟體 那這個部分就不會有左右翻轉 那個自顛倒的問題 那所以它的裡面 甚至可以裡面可以去選說 我要用哪一個 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投影機 我要用哪一個投影機 然後我也可以做鏡像的旋轉 翻轉 所以如果你發現那個左右顛倒 可以在這邊給轉過來 那所以 比較像比較資訊能力比較差的 或者是它就想 我就是想用傳統的方式 那我就直接拿 拿那個 我就可以直接照到它的那個紙上面 對不對 直接照那個紙上面 然後我就直接用筆去手寫 手寫也可以做教學 然後手寫完的筆記 我就拍照 這邊都會有拍照 或者是凍結畫面的部分 去把它存起來 所以這個是 蠻建議各位 會需要用食物投影機的部分 那至於要不要手寫版 如果老師覺得 滑鼠 寫字很醜 寫起來很難過 學生看的也很辛苦 那就建議你最便宜的方式 就是買一個簡單的手寫版 那那個 淘寶的那樣就比較便宜 五六百就有 那國產的就比較貴一點 大概是這些建議的部分 各位可以直接在瀏覽器上面 直接搜尋我的名字 邱文勝 那可以直接連到我的網站 我再分享一下 這一個網站 那我目前呢 有把那個連結放在右上角的 第一個 右上角的第一個 我的網站是這一個 製造者時代文勝老師的 創意天空 直接搜尋Google就有了 然後右上角的第一個 這個是軟體的連結 好 所以以後在這邊找 應該就可以了 那不曉得老師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